因地震受损整修的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二館 在7月1號要重新開幕 原本進駐業者花生客廳 和每個星期六上午的花蓮好市集也重回營運 端午連假期間呢 特別在二館的舊景物段 帶來了明明太平洋聲音資料庫先期特展 展出屬於花蓮的聲音 為即將重新開幕的花生客廳率先暖館 因地震受损整修的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二館 原進駐二館業者花生客廳 去年6月配合工程前往一館 隨著整修告一段落 花生客廳和每周六上午的花蓮好市集已重回營運 趁著端午連假 特別在二館舊景物段 帶來明明太平洋聲音資料庫先期特展 為二館率先暖館 我們這邊其實是在做一個太平洋聲音資料庫的建置 那我們的目的是希望是建置一個現期的開放式的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它主要是在做聲音的資料收集 也將過去縣政府所做的每一個標案 或者說每一個有補助的 以及當地我們的文史工作者文史工作室 我們整搜這些資料 然後讓放在文化局的網站上面 然後也讓這些資料可以被民眾聽得到 然後以及我們有建立這個路徑 這路徑是做什麼用呢 以當有教育工作者或者是文史工作者 或者是音樂工作者 在他們視聽之後呢 他們能夠透過這個路徑 能夠找到來源在哪裡 他們就有機會去找到 去跟他們談談論說 如果我的影片 我的聲音要做二創 或者要再做創作的話 我應該要怎麼找到這個路徑 所以我們提供的這個路徑 其實對於現在的資料庫建置 是一個新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希望就是 以這樣子的開放式資料庫 是在未來好幾年以內 或者是好幾年以後 這些資料都還有機會被保存 然後以及擴展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展覽 能夠把它一覽無遺 能夠一次的看到說 它是有這個進程跟這個路徑 那也一併了解這些田野收集 它的辛苦跟脈絡 我們提到二館呢 已經在六月中旬的時候 已經在戶外部分 已經對外開放了 那在花生客廳這邊 會在七月一號 會有一場再開幕的一個音樂會 那我們有請到我們的吉他詩人 董運昌老師 來為我們在當天晚上的七點 來進行演奏 建議團隊離方文化事業 去年底印花林文化局 委託建置太平洋聲音資料庫 分享屬於花林的聲音 該展規劃三大展區 包含聲音設備室 族群聲音群像 以及360度環繞聲景體驗區 期盼從聽覺出發民眾 對花林的想像體驗 而七月一日開幕將邀請 音樂家董運昌為開館演出 喜歡音樂的民眾不要錯過 記者長幫宴華聯師報導 請啟動